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一系列skincare routine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头发扎起来 因为第一步是洗脸 最近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扎头发的吧 我还有一个在这儿 紫色的 洗脸呢我最近用的是法尔曼的这个bubble floss 它是这样子的泡沫洁面 我非常喜欢它因为我觉得每次用完了以后呢 它让我的脸很舒缓镇定 并且有一点小小去到的功效 你看这个脸上整个就是很绵密的样子 这瓶已经用到差不多这里 白天呢我会就是直接用手上 在晚上会带着那个洗脸机一起用 它就是洗着洗着它这个泡沫呢 就会从脸上消失不见 OK我们先去洗脸 OK我们先去洗脸 洗完以后呢用的是这个 法尔曼的bubble floss 它是一个toner 主要我是觉得它针对敏感皮非常的棒 在脸上按上去就是冰冰凉凉的非常的舒服 很喜欢这样子拍我的额头 还有最近一个提拉的动作做得非常多 就一定要把提拉的这个事情呢 放到我们的routine里面 用手指这样子不停地往上提 用手的这个地方小垫垫 苹果筋往上推 我还喜欢放在脖子上 因为这个产品呢我觉得比较去舒缓 比如说我在外面晒过的皮肤吧 OK下面下面呢就是要贴一个眼膜 Chanel的这个我最近非常喜欢 一共里面有十片可能现在还剩两片嘛 今天这个视频就要再来贴一片了 它里面是一个滚珠和一个水凝胶的眼膜一起的 手下这滚珠非常的舒服 给你们看一下 这么多我觉得已经是有点多了的 那个质地很软 就是手碰上去 你觉得这样按压一下它马上就能吸收了 然后呢我们再撕掉一个眼膜 我会喜欢就是先把它涂上一边 然后再贴这个眼膜 因为我怕这边就是干的太快 因为它吸收的很好嘛 而且我最近很喜欢就这种水凝胶的就是眼膜 或者面膜的所有东西 直接就把头发拆掉也不会怕它粘到头发什么的 因为啊我这个一张张的眼膜快贴完了 但是这个滚珠的东西感觉还有很多 所以我放了很多 在等眼膜的时候我们先把眉毛可以画了 我今天想画一个非常自然的眉毛 就是很通透的那种妆感吧 也不怎么往上调 这眉毛画的不错耶 好自然 这颜色是ash by the way 这眼膜的质地啊 我非常喜欢 就它贴在眼睛下面是那种 你觉得它的紧密度非常的高 完全是贴在眼睛下面 并且之后呢 等我们现在贴好撕下来的时候 它也是 你看皮肤完全不会扯到 这一点我觉得很棒 就是很享受的一个使用感 今天分享的都是我最近 两个月吧 足足爱了两个月的skincare 护肤品 别说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化很浓的妆 但是这种清透的妆很容易搞定 你知道吗 看下眼下的状态 这边就已经没有刚刚那么黑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边很明显 因为我这边 黑眼圈总是会比另外一边要黑一点 EEE Skin 就是这两个眼睛下面的产品 我最近 太喜欢它们是 就像钢铁侠跟美队一样 它的质地呢 会稍微不是那么清透一点 比较适合我这个肌龄 好 大概我先放在眼睛下面以后呢 我这里有一个之前的棒棒 我还是很喜欢敲眼下 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舒服 敲一敲 抚平一下 再敲一敲 再抚平一下 哦 并且啊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眼睛下面的细纹 真的是一条都没有 最近的一个小小的秘密武器吧 就是对于斑 这个部分 虽然它没有办法 就是让它全部消掉 但是很舒服使用感也是 它会起到蛋斑的作用 小小罐 你别看它小啊 用了很久 两个月了我觉得它还有很多在里面 是这样子滚珠式的 挤一点点出来 然后在你的dark spots的地方 这样子滚动一下 比起POLA的那个蛋斑呢 它会质地上更轻盈 在这个季节很舒爽的 它一拍把它拍进去 精华呢用的是这个 两个月还剩这么多 是一个保湿精华 就是最近我觉得让我的皮肤变得非常细 你看它质地上来讲 也是很轻 轻透有没有一条 主要是给我保湿吧 毛孔 变得比较细了 我会按压它到脸里面 然后完了以后这样子推一推 我想完全就干的 如果我想要再按摩 已经没可能了 它就是吸收的很快那种面霜 之前就讲过了吧 怀孕那个时候我就在用这个 它很天然成分很好 里面呢有这个五月玫瑰 因为也是让皮肤会变得比较可呼吸 哎呀哎呀 跟我喜欢另外那一款 夏提卡的很类似吧 就是这个季节用最好 你看它给我带来的水润感了 就刚刚那么一点就好了 因为它就质地上来讲很软 像脖子啊我们这个年纪也开始需要护理 今天粉底呢我们用CPB的这个 让皮肤还是维持线有的这样细腻程度 自然的一个清透妆感 基本上清度到中度的遮瑕情况吧 看你有多少瑕疵 皮肤好一点的话 它出来那个妆效真的非常棒 就是无敌的那种细腻程度 特别是刚下水的时候 灰肠无敌灰肠 我最近额头稍微有一点点晒伤 昨天晒太久了 我是那种属于额头非常容易晒伤的人 哦我天我这样子这一针好像王大陆啊 这边整个就是肤色均匀了 然后非常的透对吧 很水润嫩嫩的感觉 焦滴滴的皮肤 这一边就是比较圆版 就很喜欢这个粉底液出来的这种就是皮拉感 OK好另外一把脸 就是我挺喜欢它有一点点小斑 从里面透出来的清透自然感 很夏天吧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今天订个散粉 散粉用的是这个Georgia Mani的这个Luminous Silk 我非常喜欢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吧 然后用白色这一边 黑色这个呢是在你皮肤状态超好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黑色代替粉底 那我们今天还是放了一点粉底 所以干一下它会变得非常的 稠缎感 皮肤看着很高级吧 你们喜欢哪一边 就这一边按下去后就稍微雾面一点 没有现在这边这么的水润 而且它也有一点点遮瑕 可以再把我们的粉底再遮盖一点 Kiss Blush 就是又可以当腮红 又可以当口红 我们这种肤色完全不会错的颜色 非常显白 给你们看看效果 反正我皮肤会铺得非常的淡 但是今天上镜嘛 我怕它吃妆 我就稍微多铺一点点 直接用手拍就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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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妆袋也可以把它拍开 很自然的一个纯色 睫毛膏 睫毛膏 睫毛膏今天用的是颜值很高的 Gucci的这一支 它头呢不是很湿 所以刷出来比较自然吧 根根分明 对不对 挺自然的 如果你要换一个非常裸妆 像我们今天这种 夏日清透 无妆感妆感 是不是不会特别长 但是看着就很像自己的睫毛吧 下睫毛也双一双 这个睫毛是干到那种 你不需要做这个刮睫毛的动作 我好久都没有刷下睫毛了 我好久都没有刷下睫毛了 说实话平时不太录影的时候 我真的不太刷下睫毛 最后喷上李先生花园 这味道太温柔了 我感觉我现在整个浴室都是浸泡在花园里 今天皮肤是不是看上去非常好 非常无瑕 又很嫩 好了以上呢就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两个月的这个让我皮肤很稳定 并且我觉得皮肤变得很通透 饱满细腻的这样子一个护肤流程吧 以及我最近很简短的一个get ready with me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这次呢会送出总价值500的HR的购物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会在上面发一条就是抽奖文案 你们可以在下面参加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看我的袖球